美國今報國安出現大危機了 這是因為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汀 他住院 居然他的老闆拜登不知道 國會不知道 白宮都不知道 一直到他住院第三天之後 拜登才知道他入院的消息 而當時是中東危機 所以美國的一舉一動 尤其是國防部長 他當然是最重要的那個人 大家找不到他 後來才發現 居然也跟社務卿有關 對 而且是經由媒體報導之後 才知道原來他在住院 然後最後再隔三天才知道 為了什麼住院 原來為了社護腺癌 癌症啊 其實他這一次被發現 住院三天 其實是已經第二度住院了 他在這一次住院之前 大概是一週左右 他去做了一個 社護腺癌的手術 住院當時 他其實並沒有像白宮報備 所以本來大家以為 那就沒事了 你已經開完刀了 那就沒事了 也不過是一天 沒事 沒想到怎麼會這麼倒霉 就引發術後的一些泌尿道感染 所以他元旦再去住院 這一次住院三天 就碰到剛才海元說的事了 這個時候就媒體報導說 找不到人 對 找不到人 後來這個時候 再隔三天才終於公佈說 原來國防部長是因為 社護腺癌拿去住院了 大家就會覺得 這個真的 我們的國安的這個系統 要好好的檢討一下 因為這個透明度 你怎麼可能一個國防部長住院 我白宮不知道 如果真的這個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被位是誰 到時候啟動什麼事情 我該知道 所以沒有想到一個 社護腺癌手術 居然引爆了 美國的一個政治國安危機 那事實上 如果大家印象很深刻 就是說 剛才我們講德仁 他是因為PSA異常 沒錯 所以他們才後續 一連串的檢查 可是不一定有些人 都有PSA一定異常 因為有些人 像這個王先生64歲 他就說他其實是因為排尿的症狀 他覺得排尿不大順 然後他就會看醫生 這個時候第一個檢查 他說PSA發現是正常的 因為只有0.93 遠低於我們4的值 可是醫生肛門促診 就說你這裡有腫塊 你這怪怪的 可是我那個血液是正常 你摸到怪怪的 我又不想直接切片 因為切片可能有一些不舒服 所以醫生才跟他說 那你這樣好了 我們就做MRI 直接先看 一看果然在左邊的部分 有一個異常的腫塊 而且那個癌細胞還不小 已經有3.5公分大了 所以這個時候切片 再去做手術確診 幸好真的有進一步檢查 因為他已經是 攝護腺癌的第三期 可是他就會講說 他的PSA正常 對 所以好像他不是 唯一檢查的標準 好 這個我也要問一下 副院長 到底我們常聽到什麼PSA 然後肛門止診 那到底攝護腺肥大 跟攝護腺癌 他的檢查方法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兩個的檢查 初步檢查辦法 都是做肛門止診 就是我們從肛門 用手指頭進去摸 那可以摸到攝護腺 你說從手這樣進去 從肛門進去 要看說這邊有沒有腫起來 我們可以感覺 它的大小 它的質地 是不是表面很光滑 剛剛那位60歲的先生 就是 他就是裡面沒摸到 有硬塊 所以醫生只要靠一指神功 雖然肛門止診 好像聽起來 可能很多人 會不會有點抗拒 也是會有 但是我們就是要潤滑好一點 然後要溫柔一點 不能太兇猛 也就是說這個是對於 檢查攝護腺肥大 第一步的檢查 或者是癌症很重要的檢查 對 那接著我們還有在做PSA PSA PSA是抽血是不是 對 抽血 但是剛做完攝護腺 肛門止診 不要做PSA 為什麼 因為經過這個檢查按摩之後 PSA可能會上升 是喔 所以我如果要做檢查 我會先抽血 再做肛門止診 如果今天已經跟他做了肛門止診 我會請他下一次再抽血 免得造成誤判 好 那PSA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現在大家檢查 數值高就有點擔心是癌症 它叫做 全名叫做 攝護腺特異抗原 簡稱PSA 正常是零到式 但是它並不是一個特異性很高 所謂特異性就是說 並不是說PSA高就一定是癌症 三大原因都會讓PSA高 攝護腺肥大 或者是發炎 或者是癌症都會高 那PSA上升只是一個警訊 特別是如果持續上升 特別是如果又大於10 比如說我抽一個寫4.5 5.0 你可能可以稍微再看看 但是如果超過10 我們會強烈建議一定要做切片 就要做切片了 好 這是針對攝護腺癌 那剛剛那個美國國防部長 他就去做了手術 那攝護腺癌的手術 它的特殊之處在哪裡 癌症的手術 我們叫攝護腺根除手術 跟攝護腺肥大 做刮除或者雷射手術不一樣 這個是膀胱尿道 這個是攝護腺 如果是根除 是把整個這個攝護腺 整個這樣拿掉 整個拿掉 拿掉了 又有癌細胞 然後再把這個 尿道這個地方 要把它接到膀胱 所以它術後的一個最常見的一個 併發症就是尿失禁 大概會多久 一定每個人都會 那可能經過幾週 或者幾個月之後 慢慢就會恢復 現在因為有做達文西 或者是腹腔癌 我們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那尿失禁通常都是短暫的 通常都是可以恢復 好 那這個是癌症 所以要根除 把整個攝護腺拿掉 但是主任 如果說是肥大的話 它應該就不用拿掉了吧 對 因為我們在癌症治療上面 還是必須把癌細胞切除乾淨 對 對 這是癌症治療的準則 但是它既然是良性的 沒有癌細胞 我們何必去把人家尿道減斷 造成這尿失禁的問題 所以我們目前 在這個治療準則上面 黃金治療準則 還是以電刀刮除暑 如果是肥大的話 良性的肥大 對 你只是因為排尿不順 對 幾個條件要去手術 血尿 反覆血尿 反覆血尿 反覆感染 尿不出來 甚至膀胱裡面有結石 無法排除 這些都是一定要開刀的條件 最早是老蔣總統 那個時候他就是反覆血尿 蔣經國先生 老蔣 蔣中正先生 所以那個時候 國內沒有這樣子的設備 現在我們所謂電刀刮除術 是要用內視鏡的 所以那時候 國內沒有這樣子的設備 也沒有人會這項術食 所以那時候是請美國 講說美玲女士從美國請來專家 替她做這樣子的一個手術 所以第一個在台灣做 社護腺肥大刮除手術的是 老蔣總統 老蔣總統 後來北榮就進了這些設備 也把這個技術留在台灣了 所以小蔣總統後來 也是在北榮做了這樣子的技術 OK 所以他是進去之後 然後把這個 對 用內視鏡 中間那根像鐵棍一樣的東西 它前面有鏡頭 光天鏡頭 鏡到這裡面 然後像削刀片一樣 它有一個鐵環 一片一片把那個 增生的攝護腺組織削下 好痛喔 聽到這個就知道 它會流血 那就是最大問題 你一片一片削下來 它會流血 雖然現在有分單刀跟雙刀 這種差異性 但是那個只是使用的容易 因為這個要沖血 你要把那個血水沖掉 所以我們會灌食鹽水 或者是無菌的蒸餾水 用這樣子把那個血水沖掉的情況下 才能進行手術 但是基本上 都是要用一個鐵環這樣子 去把它消掉 所以手術之後 也會有血尿的問題 所以看你要止血止好 這就是所謂電刀刮除術 它的缺點 那會不會有什麼尿失禁 或者說有一些男生 特別關注像性功能方面的問題 性功能 因為我們要刮的部分 是在尿道兩邊 我們的性神經在攝護腺外側 在這裡是不是 對 所以你大概不會去挖到那邊 但是剛剛前面提到的根除手術 攝護腺根除手術 你要把整顆挖掉 那很可能傷到兩邊的性神經 了解了解 好 那什麼叫做尿道拉開 感覺是拉拉鍊 這是這兩年最新的 台灣引進最新的方式 在國外也行之有年了 它的概念大概就像拉窗簾這樣 我們平常不是窗簾拉開 會用個繩子掛在兩邊 對 對 這樣子陽光就可以透進來了 大概是利用這樣子的觀念 所以這個就是繩子把它給 稍微固定在旁邊 對 用尼龍繩搭配這個 不鏽鋼 無鈣合金的釘子 把它打到兩邊 把它擴張開來 把它固定在兩個外側 讓中間的尿道可以保持通常 還有大家常聽到雷射 雷射又是怎麼作用呢 雷射也是一種內視鏡的手術 但是它跟電刀不一樣 電刀跟雷射都是內視鏡進來 那電刀是要慢慢刮的 有一個把那個肉一片一片刮下來 所以攝護線越大 花的時間越久 流的血越多 那雷射 現在我們叫做雷射 彎除或者叫撥除 就是我們不傷橘子肉 不傷橘子皮 照橘子肉跟橘子皮的界面 把整個橘子肉 把它游離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攝護線的大跟小 就影響這個手術 不會影響到那麼大 因為你攝護線大 我也是把它剝起來 攝護線小也把它剝起來 所以可以做得很精確 就是把橘子肉把它挖掉 所以它術後包括像是 尿失禁或血尿等等 這些問題就可以比較病 會比較少 原則上是不大會造成尿失禁 因為這個闊躍基在這個地方 就是水龍頭的地方 我們開刀就是守著這個地方 不要去傷到這個地方 那尿失禁應該就會比較少 OK 但是內釋禁的手術做完 攝護線內釋禁做完之後 會有一個非常常見的問題 叫做逆行性射禁 好 這個 攝護線因為被我們中間挖了一個洞 它造成會製造精液 你也會有射精 會有射精這種動作這種感覺 但是你會發現 怎麼沒有精液出來 或者是精液的量很少 它往上跑 對 這個精液就是跑到膀胱 那這只是一個現象 這不是醫生把你開刀開壞的 我們只要防疫室之後 尿個尿 那個精液就不出來 對身體沒有不良影響 好 我們剛剛提到說 每個男生都會遇到 攝護線肥大的問題 但有一些飲食 有一些好的營養素 可以幫助大家 我們今天請到邱翔老師 攝護線的問題雖然男生才有 可是家裡頭的女人很重要 像邱翔老師你都會做料理 來照顧先生 是 其實在家裡 那個番茄的一個料理 家人都很喜歡 不管是燒牛肉 或者是番茄炒蛋 或者是番茄 像今天番茄炒蝦仁 我都會常常出現 再來就是像南瓜子 我就會跟它 夾在豆漿裡面 然後做一杯夾子豆漿飲 南瓜子的豆漿飲 或者是我把它 因為我們買回來 它都是低溫烘焙的 香氣沒有那麼香 會相對跟自己咬的 香味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會乾鍋裡面 就把它 這個鍋子是熱的 我就先把它倒進去 然後這樣子和一和 它的香味就會出來了 對 因為我們買回來 你記得一定要放冰箱 不管你冷凍或冷藏 一定要放冰箱 不然的話 這個是堅果類的 就有好味這樣子 我會加十字花科的 花椰菜 然後會加蝦仁 因為要含辛 所以這些東西就加在一起 其實做起來也好吃 然後蝦仁也相對的 就是保養到了 今天我們是芥蘭 對不對 是 OK 好 現在炒好了 這樣子炒過了以後 香氣就出來了 對 然後還有脆度會增加 OK 是 好 現在我們 這蝦仁其實我有一個先 就是買回來的時候 把它沖好水以後 把它擦乾 擦乾以後就放一點點的 胡椒鹽 然後稍微的 鹽一下 對 但是酒我是後面再加好不好 酒就不要現在就加 OK 因為你現在就加酒去醃的話 它的味道就會吃到蝦裡面去 就沒有那種香氣 好 蘇婷 邱像老師剛剛講說 他照顧先生 還有過去照顧 包括公公自己的爸爸等等 他說番茄 南瓜籽 另外他特別講芥蘭 這幾個跟攝護腺有關係喔 我想番茄大家應該聽過很多了 就是茄紅素 因為他們確實最近幾年來 有一些臨床試驗發現 如果有一定劑量 每天補充的茄紅素 確實可以改變一些排尿障礙的問題 比如說以台大先前的臨床試驗 大概一天如果能吃到30毫克 12週的過程中 後來就可以發現排尿障礙 可以有些改變 那你說那我如果不吃補充品呢 他們是說如果你真的要用番茄汁 可能要到至少300CC以上 那可能每天都要喝 那另外南瓜籽大家都知道 其實不只是新 因為它有很好的維他命E 所以他們也有研究發現說 如果你這個補充之外 對於初期的那種社會性的腫脹 可能有幫助 那當然十字花科 是因為歐美研究發現 這些十字花科的東西多吃 包括剛剛那個芥菜之類的 他們可能有降低社會性 來罹患風險的好處 OK 好 那理事長 你自己還會按兩個 在肚子上的穴位 在中醫裡面 對於這個社會腫大 它有一個就是 學位叫做關嚴氣汗 但是實際上 我們在關嚴氣汗的位置 如果是對於社會腫大 不是用暗的 要用艾啾的 要用艾啾 艾啾的 對 我們用艾啾的 或用紅外線 或用雷射針 是否竹刺 軟軟包 軟軟包是可以的 可以喔 那這位置在哪裡 肚脊 就是在我們的肚脊 這個也有益取同工之妙 OK 所以軟軟包又可以拿出來了 放在肚臍以下 大概四個指幅左右 男生女生都好用 是 剛剛我就是 鍋著很熱的時候 我把蝦放進去 洋蔥是後加的 因為蝦子經過高溫 它就香味就出來了 所以現在大蒜片 就是我現在在加 然後拿酒 就是現在這個時候加進來 好 那這個 菜你先燙過了 是 番茄的茄紅素 必須要炒過 所以我們就是 要有油有加熱這樣才會有 如果在家裡 番茄如果很便宜的時候 一大袋才200塊 你就可以回家把它 做成一個醬 好 那我現在就是這個花椰菜 稍微快速的燙一下這樣子 來 接下來調味料 就很簡單 圓吧 顏色也好漂亮 而且其實營養是非常均衡的 是 還有一點點的胡椒鹽 這樣就可以熄火 然後因為我的那個綠花椰菜 是用少量的水去燙 這樣子的花椰菜會比較好吃 千萬不要用很多水 就少量的水 大概燙下鍋的時候 就是一分鐘 所以最後這個南瓜籽 是灑上去還是你會讓它入鍋 我會灑上去 因為入鍋的話 它就接觸到那個湯 就很碎 就軟了好了 對 是 好 所以這一道灑上去南瓜籽之後 就完成囉 吃吃這道南瓜籽番茄鮮蝦 富含茄紅素的番茄 跟補充新鹽素的南瓜籽 酸甜開胃 彈牙爽口 保養你的攝附腺喔 廣告之後來看 那麼居然男生會有狗胺癌嗎 而且重點是讓我很驚訝 21歲 32歲跟這個20多歲 怎麼會這麼年輕就罹患呢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表達對我們的支持